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气周瑜取材于古典小说三国演义 是一出小生本宫传统重头戏 剧中的周瑜除了唱白外 其林子宫 甩发宫 以及跌滚 跨马等各种形体上的功力 得到完美展现 给观众视天上的愉悦 此次在剧中饰演周瑜的 是北京京剧院小生演员包飞 从夜派 儒派 1999年 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春孝先生为师 他塑造的周瑜文武带打 举重若轻 充满视听美感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9月13日 中国京剧向印象极脆栏目播出的 京剧三气周瑜 日前 黎原雅集两岸京剧名家演唱会系列活动 行前记者会在北京京剧院召开 此次系列活动由北京京剧院与中华之声联合主办 将于2018年9月中旬 在中国的台北台中两地举行 CCTV空中剧院栏目将前往现场进行录制 据北京京剧院副院长秦燕介绍 北京京剧院高度重视此次赴台交流演出 选派了23名优秀中青年演员 行荡齐全 精选台湾观众耳熟能详的京剧经典传统剧目选段 同时邀请台湾当地京剧名家同台献议 共谱一段黎原佳话 央视戏曲彩风栏目将跟踪拍摄此次活动的台前幕后 为观众呈现北京京剧院 此次中国台湾之行的点点滴滴和背后故事 敬请期待 今年恰逢昆曲大师韩世昌先生诞辰120周年 近日北方昆曲剧院在美兰芳大剧院 举办了纪念韩世昌诞辰120周年专场演出 以缅怀先生激励后学 弘扬昆曲不忘传承 韩世昌先生是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教育家 北方昆曲剧院首任院长 韩世昌先生在表演艺术上造诣极高 戏路开阔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北方昆曲剧院建院后 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交戏传艺的工作中 使得北方昆曲辛火相传 后继有人 韩世昌老师呢 他是代表北方昆曲的一派 尤其是他的表演 在北方昆曲剧院 传承了一共大概四五代人 在连续两天的演出中 北方昆曲剧院众多中青年演员 通过六折剧目共同缅怀了韩世昌先生 在昆曲艺术上的贡献 其中魏春荣表演的牡丹亭 《油盐精梦》和铁罐图刺虎两折 充分展示了韩派艺术 在龟门淡和刺沙淡两个门类上的表演特色 刺沙淡呢 其实在我们这个昆曲淡行当中 是非常独特的 而且韩大师对于刺沙淡 这一个家门 他的演艺把握的是 是我认为 迄今为止是最棒的 尤其是像刺虎这出戏 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表演 我们叫就变脸 缅怀前辈 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我们愿韩世昌先生的艺术精魂 在北方昆曲剧院永远存续 全国政协金昆市8月29日 在中国政协文史馆 举办以京剧的讲究为主题的讲座 此次讲座由金昆市成员 湖北省京剧院院长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朱世慧主讲 全国政协副主席 金昆市主任卢展公 以及部分全国政协委员 戏曲表演艺术家等 180余位听众悉数到场 这次回来讲 看到我有很深的情感 也有很重的责任 因为我觉得京剧普及 必须要我们来做这个工作 把京剧的知识 把京剧艺术的特点 要普及传播给大家 朱世慧从京剧丑行的行当特点讲起 介绍了京剧艺术的写艺特色 强调了京剧是以突出演员表演 为中心的舞台艺术 同时还讲解了唱念作答 手演身法布等 四公五法的含义 以及丰富多彩的流派风格 拆米油也见 气飞 飘漏也像 我觉得我要把京剧艺术的特点 传播给大家 您京剧有哪些看点 讲座现场 湖北省京剧院的演员彩妆登场 精彩演绎 为观众表演了三叉口 做工等诸多著名京剧选段 讲座以边演边讲的形式 让观众了解欣赏了京剧不同流派 不同行当的艺术魅力 我不再生硬地讲 而且我还鲜活地演给您看 让大家能够接受 这是我的目的 京昆市本次戏曲艺术讲座 是2018年第二讲 讲座现场反响热烈 互动积极 全国政协京昆市表示 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定四个自信 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做出应有的贡献 近日由河南省乡城县 乐调剧团创牌的新编历史剧 至审巡抚案 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 受到了广大观众 和各界专家学者的一致赞许 作为河南省 非物主文化遗产项目的 乡城乐调 此次演出对该剧种的传承与发展 可谓意义非凡 我们集成的园团 愿把我们精彩的节目 奉献给北京的父老乡亲们 希望乐调能更好地传播传承下去 在墓地是为了写家风 家风筝 我叫做家风筝 社会的风筝 怪风才能整 这是我写这系的墓地 也是我的一点感触 会对这演员很鼓励 会使我们这个小剧中 会越来越壮大 《香城乐调》诞生于1918年 在近百年的历史演变中 《香城乐调》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流派 《月调至审巡抚案》 就是借助这个研讨会 就是把这个专家通过看 通过之前看这个剧本 包括今天看这个演出 然后呢就给我们提出这个更多的好的意见 或者建议 然后更好地促进这个月调剧团的发展 据悉 此次展演是《香城乐调》诞生百年纪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香城乐调》乃至整个乐调剧种而言 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18年8月28日 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描述群 河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陈永泉等专家和领导 对风秋线创建河南省戏曲之乡工作 进行考察和评审 河南省文联 河南省戏剧家协会等专家一行13人 先后参观了蒋寨戏剧艺术学校 玉剧降服调发源地 曹岗乡清河吉村 陈乔镇 继马怀古戏楼 外国语剧学校 玉剧名丑金不幻艺术馆 玉剧大师严丽品故居 风秋线戏剧文化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 戏剧文化氛围浓厚 是河南玉剧母调 降服调的发源地 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 和发展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 风秋线人民政府 决定创建河南省戏剧之乡 玉剧教育家孙颜德 玉剧大师严丽品 现代玉剧名家金不幻 范静 均为风秋人 目前风秋线有玉剧演书团体20家 戏名俱乐部55家 希望风秋能够在今后 在玉剧发展上能够有更大的担当 期待着我们风秋县委县政府 能够高度重视戏曲艺术 为推动玉剧的发展 做出新的贡献 29日上午召开了新乡市风秋县 创建河南省戏剧之乡工作座谈会 专家评审们对风秋历史文化深厚的底蕴 和戏剧文化浓厚的氛围 给予了高度的认可 通过此次考察评审活动 进一步促进了风秋县戏剧事业发展和繁荣 增强了戏剧文化自信 让风秋的戏剧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日前 国家艺术基金 2018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 高原听见贵州 在贵州省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上演 整个剧场里坐无虚席 来自贵州省内外的部分专家学者 以及当地的观众在现场观看了演出 那么今天的这台晚会 跨界融合的这台高原听见贵州 就是我们团的年轻的龙国红 他创作 编曲 指挥 配器 全是他创作的这台交响乐 交互式民族音画 高原听见贵州 入选了国家艺术基金 2018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 由贵州省花灯剧院 贵州省民族乐团 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联合创作完成 这部作品以多彩的贵州高原为背景 整场演出融合了民族音乐 民间乐器 舞蹈 以及多媒体影像等丰富的艺术形式 区别于以往舞台形式的呈现 那我们这一场音乐会呢 我们想的就是和年轻的观众拉近一些距离 用他们比较熟悉的方式 比如说用那个微信小程序 然后进行一个互动 然后呢 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呢 他也会有参与感 就是说他不只是一个观众 他更是一个演奏者 然后呢 在我们的和尚当中 他还是一个就是和尚队员 其中既有民族管弦乐 小瓢琴与大瓢琴二重协奏 又充分运用了多媒体 尤其是贵州花灯剧院民族乐团 自行研制的乐器 低音拉弦乐器 也在此次演出中惊艳亮相 他的发明对于实现 传统民族管弦乐队的 低音乐器民族化 有着重要的探索和实践意义 在当晚的演出现场 这种贵州民乐作品 前所未有的表现形式 为现场观众带来了 较为新鲜的视听体验 他们是挖掘了很多的 地方的这个图乐器 什么瓢琴啊 那个洞笛啊 就是琵琶啊 包括低音乐器啊 都是自己特点的 它既是原来的我们的传统民族乐队 又有一些新的乐器的加入 所以它对于整体印象来说 是一个重新组合 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有相当成功的 这方面的尝试 此次首演结束之后 作为2018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 文化扶贫优秀剧目 还将到三都 金沙 水城 星意等地进行巡演 巡演结束后 这个项目将尝试文化和旅游相互结合 在贵州的双龙镇等地进行驻场演出 在每一个章节里面 它也做到了每个民族文化的特性的展示 而且在里面它也借用了 各种艺术方式的融合的表达 所以在这个作品里边 给人的感觉就是 既表达了很好的思想内容 也给人带来了一种 更新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 所以我觉得这是咱们的一种尝试 也希望这种尝试能够继续往前走 继续推进 首场演出后的第二天上午 贵州花灯剧院还特别邀请了 来自国内的部分专家学者 对这场演出进行了研讨 专家们对于这场演出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同时也各自提出了良好的建议 希望贵州花灯剧院民族乐团继续努力 把高原听见贵州 打造成为精品丽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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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Cimm 转发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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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打赁 转发 来自氧地画未能